葉教授在這邊 要跟大家講一句話就是 俗話說得好 各位現場的來賓 以及電視機媒體的觀眾 高雄 你阿伯那個沒在轉耶 因為電價要漲價 所以今天沒有裝電池 他忘了一下 可是如果說你太辛苦的話 也可以不用轉沒有關係 大家又能夠了解到 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緊急來人家說 我們今天過了又是明天 明天過了是後天 後天過了之後 中間呢 是大後天 然後我今天一直是在講任何的事情 只要讓我真的能夠感覺到 光陰事件歲月如說 所以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我們就考驗 為什麼我在走路也中間 法輪長轉在我的背後 但是我當我走在背後也中間 所以 各位現場的來賓 大家就能夠感覺到 拿法輪的這個人的反應不是很好 但我在向後轉的中間 他不需要跟著我轉 到底是怎麼樣才是正確的轉法 我們請停換點來示範一下 哇 厲害了 我如果向後轉的中間 我的法輪要怎麼轉 他能夠轉出他的人生大道理呢 所以俗話算得好 天空會飄移 是的 這也讓我沒有辦法能夠感覺到 你這個轉跟他的轉有什麼兩樣 都是一樣嗎 沒有…你再轉一下… 我們請阿達來示範一下 看他是不是四個留在這個主題圈 來… 請他到底要怎麼樣轉 今天就看這一轉了 就看這一轉了 是的 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畢竟在我的一本正經就曾經說過 當法輪長轉的中間 是的 所以我就沒有辦法感覺得到 各種神是主角 他只是一個綠葉 他居然把法輪給蓋住了 所以他向著轉法 其實是還不錯 但是也轉出我們生活大道理了 所以葉教授在這邊 要跟大家講一句話就是 俗話說得好 一去炒 一點樓 一點樓 兩去炒 南邊樓 一堆炒 一堆樓 你就 然後當你走不知樓 就葉教授就帶你帶樓 有人說有人走火車公樓 有人走山花樓 有人走市民帶樓 有人去撞到安全樓 為什麼要是撞到安全樓的中間 你就能夠感覺得到 那是因為他心速不振 喝酒水開這裡再去撞到安全樓 來 今天 大家能夠了解到 我們的脖子以上是什麼東西 是的 腦袋經常有人來用它做一些功用 請問腦袋是做什麼用的 腦袋 沒錯 但是虎人公公腦袋它是戴帽子用的 其實我們真正的腦袋 是需要思考用的 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人家說 天空會飄雨 玉山會飄雪 跌倒會流雪 對 八字都還沒一撇 戲就是 飛就飛 有空家裡喝兩杯 喝兩杯 然後到底是哪兩杯 它不是冠軍杯 它也不是 射杯跟那杯 高腳杯 跟往事乾杯 唉唷 跟往事乾杯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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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話說得很好 不是一家人 不進一家門 進了這家門就不想出門 為什麼 因為你走對了門 哪一個門 綜藝大熱門 謝謝 好 唉唷 好好的 謝謝 是的 製作人居然要求葉教授在這個節目當中要唱歌 好 葉教授不敢唱歌 葉教授穿的歌叫做涼歌 我涼歌來給你聽 Rap 大家心情要放輕鬆 所以今天葉教授不能免俗的唱一首歌曲讓人家比香姐叫做春夏秋冬 好 好 好 回音天使 是呢 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俗話說得很好 好可能要喝水 好 生氣度的嘴 好 這位春風沒有做在我們生命當中看君 你忘記人 你就是我的小美女 你不知道你可 mimar 你不是嗎 你不會 我忘記起來 你不信任 我忘記自己的意思 你不能再說 我忘記了 那時候 你不信任 我忘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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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路吹彈 山頂的歌王也已經說 一旦的歌王也已經不敢說了 一旦過一天 對你的思亂生長 生命當中有你會 是的 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希望大家都能夠 年年有精緻 歲歲有精釗 謝謝大家